Federico 翻成ق pasture ederim 各位午安 感謝大家要來 在開始之前先說明一下 你可以打開這個 大會的貢迪 投影片是沒辦法下載的 因為道理很簡單 不是什麼版權 因為真的沒有東西可以下載 這個是有理由 나� 就是不是我要偷懶 就是最近我在玩LibreOffice 不知道怎麼玩 然後總之我現在 我們要做投影片 然後我沒有買PowerPoint的 所以我們有別的東西可以製作投影片 你說有Google Doc 那Google Doc太糟糕了 所以我比較有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東西 跟Google Doc一樣的東西 至少他有開院 我們先來看一下就是說 這張圖 我們可以從這張圖可以看到說 這是JVN的整個開發方向 那除了執行環境以外 就像上一場講的 就是從JTK9 那事實上JTK9裡面有很多議題 是很值得我們去參考的 比方說有一個就是JEP243 JEP243在做什麼呢 他是試著在JVN裡面 引路一個新的編譯器的介面 那這個介面來做什麼呢 可以讓你執行動態的程式源 像JRuby JRuby在整個Oracle的整個Java的佈局 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項目 只是說你可能比較沒有注意到 那但是在Enterprise 基本上已經有開始在用 那在更早之前的話就是 不是更早之前 就是差不多同個時間 那整個JVN 就是整個Oracle也開始支援 這個Java School的執行環境 那這些東西都跟JEP23有關 那如果說你認真看這個JEP23的一些描述 那基本上它可以提到什麼呢 在JDK9 它裡面是一個 就是它裡面就是一個功能 那事實上你可以透過底下的選項 去開啟這個JVN CI 那透過JVN CI 基本上你可以引入一些 一些變異器的架構 這是我們今天想要探討的 那這個有一個很重要的架構 就是叫這個Gradle 那這個Gradle在做什麼事呢 這我們稍會再講 那如果你有在接觸Ruby的朋友 應該知道Ruby比較麻煩的 因為它需要很多不同的執行環境 所以後來有人就做一個東西 叫做Ruby Ruby Build 然後你就可以用這個R,B,E,V,E 這種東西去切換 那為什麼Ruby需要很多虛擬機器呢 這是一個很奇妙的事情 總之就是說 在過去來講 Ruby這個語言呢 它是沒有明顯規範的 它是透過實作去規範的語言 然後它一直在成長 那它裡面有一個殺手鞋的應用 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Ruby on Rails 那Ruby on Rails 那Ruby on Rails讓整個Ruby變得更有意思了 因為Ruby以前只是一個程式語言 但是現在變成是 它有機會怎樣 成為這個 成為這個伺服器環境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語言 好 那但是過往的問題就在於說 Ruby on Rails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應用 但是它背後可能是用 舊版的Ruby的執行環境去開發 那新版的執行環境可能是針對效能 但是對不起它執行起來就是 Ruby on Rails就跑不起來 或者說 某個版本搭配某一些件 然後就不能動 所以 會有這樣的磚 那它就是讓你選擇不同的這個 Ruby的Witcher Machine 那用不同的Ruby的Witcher Machine 就會有對應的工具 好 比方說你可以 可能知道一個東西叫RVM 讓你去切換這個不同的Witcher Machine 那 當然這個背後的痛苦 就跟大家寫成是說 需要切換不同的JDK一樣 我想 在做 如果有人在做那種Serverside的朋友 應該 自己的電腦裡面可能有五六套JDK 然後從 大概從1.6開始吧 就是 679 然後可能 7就可能好幾版 好 那這個就是類似的道理 好 你可以看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是什麼 就是說這個過程中 你發現說 Ruby的實作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反白起來的區域 好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好 這也是我們另外一個疑惑 好 那在這之前我們在講一個東西叫JRuby 那JRuby大家知道就是 它能夠 它是一個用Java時做的一個Ruby環境 那事實上在很早的時候 它就加入整個Java的這個陣營 在 主要是在 它的開發者大概是在08年 加入這個 上Michael 後來變成Oracle 好 那 它可以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就除了Ruby以外 它可以使用這個Java用的方法 使用那個Java一些資源 好 那所以 透過JRuby你可以把它當作 是一個 執行環境的一個 一個 草稿式的一個環境 就是一個 執行環境裡面 在有一個 你可以動態調整的一個環境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探討 再思考一下這張圖 那這張圖 可能看不清楚 不過沒關係 反正我們等一下會弄個 比較大一點的一個 動態的執行環境來看 那我們要來思考 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中 Java程式執行過程中 我們會 我們在意哪些地方 我們在意的不是只是 程式的輸入跟輸出 那往往它裡面的執行方式 也是我們 非常非常關注的議題 尤其是在多核 甚至是所謂的益子多核 就是包含說 CPU 還有各種各樣 GPU 包含說虛擬環境 這是我們現在很在意的議題 就是說 像我來講的話 那基本上 我從1996年的大概 可能是暑假吧 1996年的暑假 然後下載JDK 1.0 下載1.0.2 那不知不覺就過了20年 那這20年發生什麼事呢 基本上 Java程式還是不太會寫 但是會寫JVN 寫GVN還蠻好玩的 所以就幫忙解決一些JVN 遇到的問題 所以這20年基本上 沒寫什麼Java程式 可能就是以前 以前做一些小花絕 那花比較多時間 就做這個JVN 那JVN的TuneIn 其實很有意思 就是有的狀況下會變快 而狀況下會變慢 那可能 尤其在Linux升級之後 或是說 你整個底層的作業系統 有些調整 甚至不用升級 只要有些調整 開一些主態 那可能落差會很大 那這個就是我們需要去探討的 所以我們需要一些工具 去解析 那這個也是在JDK 8 就是Java 8以後呢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改變 好 那在去年呢 我們有一個議程 叫做JDK 8 JIT行為與效能分析 那 事實上 去年 前年 大前年 反正我都講一樣題 我都講JVN 那為什麼要講JVN 我發現議程好像不太講JVN 所以我就幫幫講 好 那 JVN很重要 就是你每天用的東西 你還是要搞懂它 好 那 我們來看一下 回顧一下 那 回顧這個之前呢 就是一定有朋友覺得這個什麼 這個JVN太 這個議題在講什麼 幫他畫重點 好 這個 這個Greo Virtual Machine 就有一個東西叫Maxing 先把這東西記下來 好 幫你複習一下 那Hotsbar呢 基本上分三個部分 就是所謂的Rowntime 跟JIT跟GC 這應該有人笑一下嘛 這不好笑啦 對不起 好 那這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分三個部分 這個 好像大家對這個梗沒有興趣 這個 Hotsbar呢 就是 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資金環境 那我們可以粗略分這三個部分 來第一個看 就是說 所謂Rowntime是什麼呢 就是包含說你知道的那些東西 像是 class order interpreter 包含說 一部分 compiler 然後包含說 Stack處理 HIP處理 反正 你可以看到說 在整個JVN的TuneIn 你會看到很多那種 纏述 XX開頭的 那一系列的整個都是屬於Rowntime的範疇 它的分類非常的粗糙 所以它不是用一個 單純的一個議題去講 然後 然後呢 所以我們今天講這個 Greo Virtual Machine Greo Virtual Machine Greo Virtual Machine 它就建構在 整個Hotsbar基礎 然後它有一個 對應的研究 就是Maxim 那Maxim呢 大概在2013年 這個整個就停滯了 因為它的成果 已經達到它的發展 就從2007 然後到2013年 然後 所以現在Hotsbar的發展 很有意思 就像是 很多Oracle Lab Oracle以前的一些實驗 陸續就整個進來 尤其在 JDK9 所以如果說 認真看 JDK9跟 JVN Compile Interface 有關的部分 它有很多 有趣的新發展 好 那 所以 我們快速複習一下 這個 這個 去年 去年在講什麼東西 就是 如果說我們要了解 這個Virtual Machine 基本上有幾個議題 就是說你為什麼要了解 Virtual Machine 事實上呢 比如說 JVN到底怎麼Crash 然後 到底記憶體發生什麼錯誤 還有 BiCore BiCore層起你會遇到不相同的問題 這個在 JDK8的時候 尤其包含說 爛打 這種 這種 資源加進來之後的錯誤問題 然後再來是說 你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 是來自 有些 你可能有些 常數 或是有些自竄 在使用上你會發現一些 問題 怎麼有的時候會比較快 有的時候會比較慢 那很多時候是怎樣 還是在BiCore層面你可能搞不太清楚 然後再來是 涉及到這個 Permont Tune的話 最大問題是說 這個 在SMP 或者說所謂Numa的架構 你會有很多 很多很奇怪的狀況 然後再來是 因為現在很多服務底層都是用Hadoop 那Hadoop基本上 本身就是非常複雜的東西 然後 基本上就是一個 吃記憶體 吃CPU的大怪獸 所以 調整Hadoop本身 其實呢 是要扣過什麼呢 是要透過JVN去調整 那你在市面上可以找到一些 中文書籍 就跟你講說 怎麼做JVN的Tuning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 對外看起來 在調Hadoop 其實它背後在調JVN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JVN在做什麼事呢 就是JVN呢 基本上它行為很單純 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想得很單純的狀況 它是基本上是執行BiCore 然後呢 但是真正我們要去思考 Husbar在做事情 基本上有兩個項目是比較難的 第一個項目就是所謂的 The Optimization 那我們都知道Husbar基本上 它是一個 Altimizing Compiler 但是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 它會做一件事叫 The Optimization 先把這個名字記下來 然後再來一個東西呢 叫做 OSR 那OSR基本上就是 因為我們這個執行啊 會有那個Stack Frame 然後還有一些 各式各樣的執行呢 會有像是 Thread Frame Stake那種 那 在我們真正執行之前呢 我們會去替換 比方說替換成比較快的指令 或者說把某些動作去除掉 好 那The Optimization 在做什麼事呢 就是說 往往呢 我們在第一次執行 或者說在有限次數執行的時候呢 我們會把它替換成 像剛才講的比較快的程式嘛 可是 問題是 可能不是 就是之後的執行 可能不是一起這樣 講比較白話的 我們想一下 就在想到這個數學家 高師的故事 這個高師小時候 傳說有個故事 就是說 那個高師的老師啊 高師的數學老師 就教小朋友啊 坐在台下 開始數1加2加3 一直加到100 那結果他就 那個數學老師 就開始打毛線啊 做他想做的事情 好 那這時候高師呢 他就舉手說 我知道答案是5050 那老師就說 鬼扯你一定沒有認真算 好 那高師在做什麼事 他就做 他發現什麼事 1加100等於多少 101 2加99等於多少 101 那3加98等於多少 101 所以他就算有多少 101就夠了 這個東西就5050 不過台灣的小孩子 比較厲害的 你那個高師很厲害 台灣小孩更厲害 直接被1加到100等於多少 5050 1加到10等於多少 反正就是資料 就是台灣的教育 是比高師更厲害的 好 所以我們不要 不要從洋沒外 我們拜託多厲害啊 立刻可以秒算算出答案 對不對 這些數學家都嚇傻了 好 但是那問題來了 如果呢問題是 1到1000怎麼辦 好你看喔 就是我們台灣的教育 1加1 1加2加3加到100的時候呢 可以知道是5050 那1加到1000的時候怎麼辦 好這時候怎麼辦 以台灣的教育來說 哎呦沒得背的話 從頭開始加 1加2加3加4加5 然後所以你知道問題了吧 當然有些人比較聰明 知道1加到100加過了 所以我從100開始加 但是你知道 100加到1000 還是很多數字對不對 所以用腦袋想知道 這個算數也是很久的 好所以呢 什麼叫做theartimization 就是說其實我們要做的 不是背5050這個字 而是歸納出T型公式 所以就像高斯那樣做 就是1加到1000 2加到999 注射這種東西 我們要歸納出這件事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說 像剛才前面講那個台灣的教育 就是一種artimization 對不對 就是他1加到100 他就是背一個5050 他就是一種artimization 那但是如果說真的要加到1000的時候呢 就要deartimization 把這東西砍掉重鍊 然後換成提醒公式 好 那當然如果說呢 你當然也知道台灣教育很厲害的 考試也是會考1加到1000 所以最後你們不小心把答案背出來了 好 那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 在這個過程中 有很多東西都是一個取捨 所以 他是一個策略 所以 為什麼我們說Hadoop 就是說 你會發現有一些工作職缺 他就專門的工作就是 好了 像我以前的工作就是來調Hadoop 那 就是 就是 就調JVN 因為很多時候這邊快 另外一邊都會慢 好 然後呢我們來看整個 Just-in-time compiler 它的實作本身呢 有包含什麼呢 就是 它有分 主要可以分兩個部分 一個clin-site 一個server-site 這是概念上分的 那 真實在用的話呢 它是所謂這個 tier compilation 所以 基本上在Java 8 基本上有這個 就是C版跟C2 就clin-site跟server-site 那基本上你可以搭配一些編譯選項 就像這個 XXC類的 這個T2 compilation 好 那基本上GIT compiler 它不是傻傻地把它轉成那個 轉 把那個 Java的bycode轉成machine code 不是這樣子 事實上它會做很多最佳話 好 不要說有些方法本身 之前太頻繁 比方說 你知道在物件導向都會做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把很多操作把它包裝起來 比方說判斷一個數值是偶數還是基數 這時候就會寫出很厲害 你在網路上就會看到一些什麼資深工程師 跟菜鳥工程師的寫法 那資深工程師就會寫得很厲害 有沒有 就是我這個偶數跟基數 就分別定義偶數跟基數 對不對 定義它的類別 然後做一堆操作 但你都忘記了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對一個數值做一個什麼 做 做And的運算就好了 對不對 跟E做And 做And的運算就可以知道它是偶數還是基數 所以事實上呢 如果你把它包裝成一個方法的話 它本身是一個複雜的操作 那事實上判斷偶數跟基數 它其實基本上對應CPU只要一道指令 所以我們需不需要 每次都是變成一個方法去處理 事實上是沒有必要的 所以這邊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這種東西 這種可以一道指令處理掉的東西 把它換成什麼 真正換成那個組合員的指令 好 然後再來是有些回圈 就是常常會有那個 比方說回圈就是執行了三次 就是我固定又是執行三次 四次 這種少量次數的 我乾脆怎樣 我乾脆直接把它展開 我就不需要做這個流程控制 就是整個 我也不用考慮到這個 預測這個分支 因為我們知道它永遠都執行三次 那我就直接把它展開 就是loop unlawing 然後再來是在多執行序的環境下 有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Lock 那Lock的話就是基本上 這個過程很麻煩 但是我們會去探討 有沒有可能把Lock把它減少 那這個Lock在多核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然後再來是有些空 根本沒有執行序 那我就把它消去 這叫DC 然後呢 最後一個東西非常猛 這是我們等一下再解釋 叫做escape analysis 那簡單來說呢 因為很多操作本身 它有一些動態的記憶體配置 那或者說建立一個新的物件 那這種操作非常的花成本 但是如果說你分析之後發現這些物件 然後建立物件之後 我呢有在用 但是怎樣 可能是用一次 或者說它的永遠 它的回傳值都是常數 我乾脆怎樣 直接把它展開 就是跳脫原本的邏輯 所以它把原本的程式執行 行為完全打破 當然這個東西是有付出代價的 然後呢 在我們等一下下半部的部分 就是我們上面 上面一方就是講一些概念 那下半部我會請川普來 來跟他介紹一下 好 他跟你說什麼呢 他說think big and kick assembly 這個他打沒有打出來對不對 就ASSEMBLY 這個沒有違反大會規定的 這個大會規定說不能講那些怪字 我沒有 所以這個川普跟講說要去研究什麼 Assembly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來跟大家講一些 基本的組合原 好 那 那在2013年的時候呢 我來探討過什麼東西呢 就在講過這個Mexin 這個Mexin 是這個Olico Lab的一個實驗 那這個實驗做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他希望用Java來開發Java Virtual Machine 好 那當然問題來 用Java來開發Virtual Machine 那請問要用什麼程式來執行Java 那當然需要另外一個Virtual Machine 那你說為什麼要做這麼奇怪的事情 好 這是你當然會去好奇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張圖 在過去呢 你要開發一個Virtual Machine 你可能是用C 或者C++ 或者其他的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靜態的程式語言去設計的 好 那你在上面開發Java Virtual Machine 然後在Java Virtual Machine的基礎上 開發一個 開發相關的JDK的資源 當然需要一部的Native Interface 這個東西在20年前的JDK 1.0 就是這個架構 好 那現在呢 JDK 9 好注意到 JDK 9 明年的JDK 9 它其實就朝這個地方走 就是什麼呢 就是盡可能呢 用Java 來產生Java之間的虛擬機器 好 那這樣有幾大好處 第一個是什麼 就是說呢 事實上 因為我們如果要用Java去開發 用那個C元 或者C++去開發一個虛擬機器呢 你往往免不了說 一些C元原本的成本 但是如果說 你今天有機會呢 用Java來開發 那你可以呢 針對Java的行為 就是說 你相當於是 我最後產生出來一個 非常龐大的一個應用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呢 以前的設計 左邊那個圖呢 它是一個通用的 就是說今天執行Cadoop也好 執行Spark 執行Anyway 就是任何一個Java 鑽寫的一個系統都好 那右邊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很有趣的設計 就是說 如果你的應用 像一個Serverside應用 它基本上它就執行Hadoop 它整個應用甚至怎樣 它Deploy甚至是固定的 那有沒有可能呢 我就設計一個動態的變異器 或是一個靜態分析的方法 總之呢 然後我最後建起來 就是很大很大的Image 然後從頭到尾就執行Hadoop 然後這Hadoop的程式呢 會跑越久呢 它可能知道怎樣 知道它的行為 然後就自己在演化 所以它的過程中 它會不斷的生成新的方法去 新的方式去調整這個執行 這個東西呢 是一個現在JDK的發展方向 JDK-9 一個很重要的開發方向 所以為什麼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因為這件事你會覺得好遙遠 對不對 你來研究天方夜談 這在明年就發生了 但是明年就內建的系統 好 然後我們在2013年 2013年跟他講 所以老師在講有沒有聽 對不對 2017的就是 這就是未來式 好 那要記得丟筆 好 忘記拍助教來笑一下 這個今天笑話都不好笑 不好意思 好 那這個Messing的JIT 那我們來回顧一下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叫做MetaCircular 就是說我們可以用Java 其實它是一個substate substate的Java 去開發一個Java的系統 然後呢 我最終呢 是怎樣 用Java當作一個中間表示室 Java By Code 當一個中間表示室 而不是用一個特製I 或是用組合員 當一個表示室 那所以有機會怎樣 我執行越久 當然這個東西注意到 這個是正為ServerSight 就是 就是 事實上在CircularSight這個負擔太重了 但是這ServerSight 事實上已經有很多研究證實 這是有 這是有用的 因為在很多 像我們可以看到說 很多開發程式的方式 比如MapDuce Hadoop 這一系列 Spark出來 你可以發現說 有很多運算節點 它都特化的 也就是說 這個節點呢 它不是做特 它可能是做運算 那有些地方做Storage 那有些地方可能做網路管理 它都是特化的 那我們虛擬機器 有沒有辦法針對特化環境去調整 往往呢 很難 因為一開始設計都通用了 但是現在Message IT 它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好 我就是執行夠久 因為我有過長的時間 我任何一個運算節點 它都可以執行夠久 然後它直接用Java Bycode去調整 所以 我們最終會產生一個 針對這個應用程式 做最佳化的一個什麼 一個image 那所以呢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純 講純好像很奇妙對不對 要記得加框框 好 純編譯的執行模式 好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突破 因為過去 最早是從純粹Interpreter 後來進展說 HotSpot 有解譯跟編譯混合在一起 好 那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趨勢 尤其是針對這個運算運算來講的話 有一個很重要的趨勢 就是變成一個 又回到一個純編譯的狀況 好 那這件事有沒有想到 一個東西 很像某個程式園的發展 Go Go園呢 基本上 其實我也覺得搞不太懂啊 很多人說用那個 用西語言來開發那個什麼 Serval Sign 就覺得好累好遙遠 那換個語法 然後Go人家就覺得 哇這是雲端的語言 所以我也想不懂這件事 兩個東西真的很像啊 對不對 這兩個東西都有Structure 對不對 很多東西看起來都很像 然後甚至做成同一個 對不對 但是 因為一個東西是Google做的 一個是Bail Lab做的 所以大家可能感覺就不一樣 好 你拉回來 所以你可以看像夠園 基本上它就是純編譯 它也不會搞什麼虛擬機 就是搞純編譯 那事實上呢 有很多開發 比方說我們可以看到那個 Jetlocking 這個是 那個Oracle 從那個 從BA把它買下來的 Jetlocking 那這個 它就是一個純編譯模式 那要知道一件事呢 這個 這些研究呢 跟這個 跟這些公司的加入 是有很大的關聯 好 然後呢 再來是呢 我們來介紹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事實上它在做什麼事 是做一些特化的一個延展 所以事實上呢 它會 它本質上還是有一個 Jetlocking Compiler 但是呢 有很多地方 它本質上 都已經是一個靜態的東西了 好 所以終於可以回顧這張圖了 所以Gradle Virtual Machine 基本上就是把這個 之前的 Oracle Lab做的這個 Maxim Virtual Machine 把它放到這個Hotspot去了 好 好 那這個東西的研究呢 其實很有意思 就是這幾年研究之後呢 因為它的效能 注意到 這個效能它已經怎樣 接近原本的Hotspot 所以 甚至在某些方面 會有些超越表現 尤其是動態程式源 那 這件事很重要 這也是為什麼JDK9 要包含這個 Gradle 跟包含JVN Compiler Interface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好 接著我們來講一下故事 好 那事實上我們要回顧一下這個 城市源的發展 那我們可以追蹤到這個 1984年 Small Talk 那 這Small Talk 基本上它的 執行環境是非常低階的 那整個環境大概是 大概城市碼 大概就是 一萬港港的城市碼 那它執行在這個 VAX的硬體 它的運算能力非常弱 但是早期呢 人們都有一些很 很神奇的幻想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1984年 甚至用什麼呢 甚至那時候就有 這個遠端 圖形的機制 那甚至透過那個 序列破 就是RS232 這種東西來傳輸 這個網路的 這個圖形的指令 聽起來奇妙對不對 那當時的圖寧系統 大概長這樣 好 你必須說服自己 這個東西叫圖寧系統 好的嗎 就是 像我以前呢 人家說 像我以前上課啊 這個東西我可以把它顯示 對啊 像這個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就是Linux的那個什麼 comment line 每次在那邊打字 人家覺得好生氣 然後切回到 切回到這個 這邊圖形系統 人家就覺得好無聊 對 因為你可能沒有堅持過這個過去 然後 small talk 它是一個純粹的程式語言 純粹的這個 物件導向程式語言 那事實上 有很多設計的心理 想到後面的程式語言 像Java這種語言 然後 但是它最大的致命傷 就是什麼 它太慢 那 為什麼會慢呢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 很大的成本是這樣 因為它每次就是讀取了BiCode 然後像這個畫面上這樣的程式秒 就是一個switch case 這樣去執行 那 所以花很大的成本 在這個 dispatch這個BiCode 所以你可以想 我今天 我的BiCode越多 我這個loop這樣 成本就越大 然後呢甚至你需要一個 stake 就專門的stake 去維護這個 原本的那個執行的BiCode 跟我什麼 要執行的方式 那這個東西呢 它也是有很大的代價 然後再來是說呢 如果是物件導向設計的話 你還考慮到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是什麼呢 就是 不好意思 看錯事件 那我們要知道一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說 在原本那個設計 那你要考慮到一件事 就是什麼 這個 method的 那個dispatch 就是說我們在物件導向會有一些什麼 latebinding這種機制 那如果說你要設計一個latebinding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步驟就非常多 就是 在很多動態的程式員都有這樣的機制 所以 你變成說呢 原本呢可能只是一個 簡單的那個 組合員的指令 就是go to 或者jump 或者branch 這種操作 但是呢這時候呢 我們要花很多時間在處理資料 好 那這個還不打緊 這更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事實上還有一些像 Duck typing這種 這種議題要考慮到 所以我們實際上一個物件 它有一個名稱 做一個做某個method 或者某一個方法 那事實上它到底對應到什麼動作呢 事實上呢往往也要透過查表 再查表 才能夠得知 甚至還要涉及到更多的這個資源配置 但是你可以看到那個年代其實很浪漫 就是那個年代不會因為說這個東西跑得慢 人們就不去做 這很浪漫的是想辦法就變快 你知道 你知道在台灣通常都是遇到一個東西很慢 比如說jump很慢 就不要用嘛 就跟你講jump很慢 不是讓jump變快 等jump夠快 快的跟西醫院一樣快 怎麼可能 發現jump真的很快 就說 哎呀你們用西醫院弄我了 我們台灣的思維比較有彈性一點 那 這個 接著在1986年到1993年 這件事神奇出現的 出現什麼事 整個small talk 快速的提升 就是效能快速提升 那這時候我們要提到很重要的東西叫做self 那self基本上它就是建構在這個small talk的基礎上 那這個它提出很多新的機制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看到很多那種 你看喔 這個東西是什麼時候出現了 再幫大家回顧一下這個年代 這個東西在1993年到1996年之間 然後呢這個東西是整整20多年前的事情 可是呢你可以看到今天的邊緣器 今天的虛擬機器 它用的技術呢 就是跟20年前用的技術是怎樣 是手法是如出一側 所以為什麼要經常講歷史 很多人尤其學理工人都覺得很討厭歷史 對不對 就是我們只有回顧歷史 才能夠怎樣 才能夠預測未來 展望未來 知道未來要幹嘛 你看我在2013年就跟大家講 Messing Messing virtual machine很重要對不對 後來變JDK一部分 老師在講要聽 好拉回來 所以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中 比方說像是 Garbage collection 或是說一些執行環境的設計 這是很 這占了很大的影響 那後來在1996年 就是整整20年前 Java就提出來 那最早 當然你也知道它是一個研究計畫 但是現在很不一樣 它變成一個有商業等級的東西 然後呢 再來是 不是商業等級 它就是一個成功的商業應用 但是前面幾代呢其實很悲劇 在Java 1.2之前呢 它是非常悲劇 整個程式效能非常差 那後來呢 雖然有提出一個JIT compilation 但是它的什麼 它整個執行效能 是非常糟糕的 當時有兩種模式 一個是 一個是 直接解譯的 interpreter 然後另外一個是 just in time 可是just in time 尷尬的地方是說 它不管這個程式 到底有沒有執行到 反正就先把它翻成組合園 所以你會發現有時候 很多時候JIT 可能還會比那個 原本純粹執意來得慢 當時就有很多這種悲劇 那在1996年呢 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說 這個 lastback lastback呢 你現在如果去Google搜尋 你會發現 它的名字跟Java Java比較沒關係 它跟Jarscream有關 事實上 lastback 它現在就是在Google服務 它主要就是在設計這個V8 所以V8的Jarscream engine就是怎樣 就是lastback 它以前同時設計的 那在更早之前呢 它就搞一家公司 那就專門在做這個self 就是提升small talk的效能 那後來這東西做太好 那後來就把它改善變成Housebot 那後來 那個1997年呢 那個Saint Michael就把它買下來 所以你看這個人就很有趣啦 他今天就是以前在Saint Michael 就是設計高效能的JVM 那後來加入Google 設計高效能的Jarscream 那後來再搞一個什麼Dart 一堆程式語言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 這20年間呢 我們接觸了很多程式語言的環境 都跟這個 這跟lastback有很大的關係 好 那接著我們要去思考什麼呢 就是這個動態語言 這個動態語言基本上是 是我們現在很好奇的幾個妖地 那因為有big data出現的 那個R語言變得很重要 那 所以我上次去逛一下天龍 那我也是很震撼 因為通常天龍 天龍書大概只能看英文的 那中文的只能當參考 不過現在不錯了 現在跑出很多中文書了 雖然有可能是轉過來的 那但是還是不錯啦 至少就是 反正智慧從對岸過來也不錯啦 因為就是說 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到很多R的書 上次數了一下 大概看到六本書 有種感動 好 那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 R呢在這個big data 你說大數據大資料 什麼G字 不管 反正就是說這個過程中 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它有一個致命傷就是太慢 好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Ruby 前面講過Ruby Ruby on Rails 那Python 還有這個Jarscope 整個動態源 這些動態源呢 就是我們想要關注的標的 所以我們要去思考 就是這些程式源 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如果說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這張圖呢是 2012年的這個數據 那我暫時找不到比較新的 我就用這張圖了 那你可以看到一個悲劇是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呢 蜥蜴蜴當作基準的話呢 那你會發現說蜥蜴蜴蜴也好 蜥蜴蜴也好 它如果是一倍的話 那JAR就是這樣 它的Slowdown的指數就是 大概像這個畫面 就可能是三倍 三倍左右 那三倍到五倍 那Jarscope呢 基本上經由這個Lostbuck 還有一系列的這個開發者的投入 其實很驚人 Jarscope它的整個Slowdown 事實上的 它是在控制在十倍的規模 那如果說我們來看一下呢 像那個什麼呢 像是這個PHP 或是Python 或是Pearl 這種程式源 這個東西我們稱為3P Pearl PHP Python 這個東西3P 這不是我亂講的 就是真的有一個研討會 就叫3P com 就是在講這個三個程式源 那注意到這左邊這個東西 叫對數坐標 對數坐標注意到 這個對數坐標 所以你可以知道 它慢的程度不是 注意到這張圖不是15倍 這個東西是幾十倍的規模 但是還可以接受 但是有沒有看到一個很恐怖的東西 叫做R 所以R的出現呢 就會讓你R 這麼這麼慢 好 所以這個東西你要知道一些事呢 我們現在鎖定的一些程式源 是哪些呢 是右邊的 好注意到 右邊這個東西越慢 人們越愛 對不對 為什麼人們越愛呢 因為基本上它越高階 好 所以這個過程中我們就要去思考 就是說有沒有可能去提升 那所以 Oracle這幾年花很多心思去做這件事 雖然 雖然人們可能都看不太懂在幹嘛 因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網頁做得很奇怪 我今天列一些參考資料 有一個link突然就不見了 就是我把我去年的筆記拿來貼 然後發現說 有些連結都改了 那改了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過程中呢 Java的Haspa在中間 好看到吧 那左邊呢有這個 Substrate Virtual Machine 好那先 等一下怎麼再探討 我們先看中間 所以現在Oracle這幾年呢 大概就從前面講過 大概從08年開始 從2008年開始 Oracle一直在做一件事 就是希望 把JVN變成一個 通用的程式語言執行環境 好所以 這也是為什麼 JVN CI 好再幫他複習一下 JVN CI呢 在 在那個什麼 Java Knight呢 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他希望 Java Knight 他可以當作 不只是Java的程式執行環境 而且是一堆 動態程式語言執行環境 好所以 他特別開放這個界面出來 好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呢 這這個東西呢 經過這麼多年的研究 跟那個發展的話呢 在 在現在終於是可用了 那為了達到這件事呢 其實要很多調整 好第一個東西 就是Gradle Compiler 所以簡單來說呢 這上面很多不同的程式語言 他都有自己的一個 執行方式 他都會有一個 中介的程式語言 就是執行過程中 不管是BuyCode 或是類似的操作 都會有一個程式語言 那把它轉成怎樣 轉成HotSpot 讀得懂的 那你說 那不就轉成JavaBuyCode 就行嗎 因為JavaBuyCode還是太高階 事實上對整個程式執行 不是很有效率的 那在第一代的JIT 就是在整整20年前 事實上 Sanmicro就設計一個東西 以BuyCode為主的JIT Compiler 那時候就證實效能差 所以 現在HotSpot就記起這個經驗 絕對不能只是透過BuyCode 事實上需要更多的資訊去調整 所以Gradle Compiler 簡單來說它是把這一系列這個 你就可以把這些動態程式語言 把它轉換成HotSpot 對它很友善 對整個效能很友善的一個機制 好 那目前來講的話 甚至在 LLVN 你可能聽過另外一個編譯器的架構 叫LLVN 那LLVN會產生那些Bitcoin 事實上也可以透Gradle Compiler 去轉換到HotSpot上面去執行 好 然後呢上面有個東西呢 叫做Travel Travel Framework 基本上它就是提供一個環境 這個環境可以讓你快速去改寫 好 比方說我們來講一下那個R好了 這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R 那有個東西叫做FaceR 那FaceR呢就是什麼呢 它就是把R重新改寫 它就是把R重新改寫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R 好 一個叫做 就是這個Sub 就是這個Sub 那它就建在這個基礎上呢 把這個R重寫 就是東西叫FaceR 那FaceR呢 其實它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一些數據 那其實是蠻震撼的 你可以得到40倍的一個效能提升 在這個過程中 好 那接著我們來講一下這個 左右兩邊這兩個東西 一個叫做就是 就是這個Substrate Virtual Machine 那Substrate Virtual Machine是什麼呢 它基本上它就用Java的 就是Java的子集合 就是另外一個精簡的一個程式員 然後去開發出來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虛擬機器 然後這個虛擬機器 針對什麼 針對Truffle Truffle Firmwork 它上面的程式員做最佳化 然後呢 再透過這個Gradle 去產生這個AOT 注意到這AOT是什麼 Ahal Time 簡單就是說 它是一個什麼 它生成的東西呢 是一個Image 就是一堆Machine Call 你可以把它想像 它就是一個Static Compiler 但是它還是有些動態源的資源 好 那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呢 這東西呢 其實它不是新東西 事實上你如果 你現在用的Android手機呢 每一支Android手機 只要是新版的 就是 6點以後的手機呢 Android手機6點以後呢 那基本上它就有支援LT 所以你上面那些Java 那些Android的那些 Activity Android那些Application呢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LT的形式存在 所以它就是一個 很大很大的Image File 然後被載起來執行 那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突破 這說明了什麼呢 說明從ServerSide到整個手機 這個手機環境呢 它都是走這條路 那現在JTK9呢 就是正式去支援這個設計 就是殺一個 就是你可以透過這個Gradle Virtual Machine 裡面的Substrap Virtual Machine 去做到這件事 那你可以讓這個Substrap Virtual Machine 它是單獨跑 也可以潛入到其他的Java的應用去跑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我如果有一個什麼 類似Lubian Rails的架構 或是一個Web的框架 你甚至可以透過一個 修改過一個long time 直錄到一個 直錄到另外一個什麼 另外一個Java的這個 Enterprise應用裡面去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有一些我挑出一些實作 那第一個就是 剛剛講過這個Fest R 這就是快速的一個R 這個實作 然後再來是JRuby JRuby for Tuffle 這叫Ruby Tuffle 好 那有個東西很有趣 叫做速龍 這個速龍 這個為什麼講起來 因為那麼奇怪 因為它就是中文取出來的名字 速龍 快速的龍 那這個我們知道一件事 LVN它是一個很重要的編輯器框架 那Oracle它是非常有野心 它希望站在這個框架上面去發展 你就會想要哪些城市員支援 哪些城市員的執行環境支援的LVN 事實上整個Android手機的什麼 Android手機的ART ART 這個ART 我兩年前有講過 所以你有興趣可以看一下這個錄影 那像ART它底層就是用LVN 那所以它實際上它有一個中間的表示 我們稱為叫Bitcode 那這個速龍呢 它在做什麼事呢 它就可以直接把LVN這些技術 中間的東西 中間的產物呢 直接拿來執行 所以這個東西叫做速龍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試儀圖 這個試儀圖大概就長 底下這張圖 就是說我底層呢 可以透過HotSpot Witcher Machine去執行 也可以透過StopStraight 一個特化的Witcher Machine去執行 然後上面去執行什麼 Tuffle Framework 然後呢 搭配GRAW GRAW是這個Compiler 然後上面可以看到說 有很多不同的語言環境 就是像Jazz,Cuba,Ruby 諸詞這些這些東西 有一大堆 好 那如果說我們再繼續研究下去呢 如果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在Oracle 在幾年前有宣佈一個 叫做 叫做什麼 叫做NASHONG 這個是日耳曼 就是德語的發音 NASHONG 那這個是德語發音的那個犀牛 然後 那這個 LASHONG呢 它是一個Jazz,Cube的那個 Engine 它是OpenJDK的一個子計畫 那如果說我們去看 它如果在HotSpot裡面去執行的話 那當然我們這個過程中 一定有這個Jazz,Cube Core 那會去執行 然後呢 但是過程中呢 你會發現說 其實整個執行的環境 其實很麻煩 有整個Witcher Machine 它起始的這個程式 然後呢 當然我們需要一部分的JDK 不是JDK的同音 JNI 那除了JNI以外呢 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些Java程式 就很密集執行的程式 那很密集執行的Java程式 還有很密集執行的JavaScript 然後呢 這過程中呢 我們前面講過的 我們需要做The Artemization 尤其是針對什麼 針對從像這個 1加到100 以及擴展到1加到1000 我已經針對1加到100做最佳化了 但是怎樣 我們明天遇到的問題是1加到1000 所以我們必須在這過程中發展出 類似T型公司這種東西 去找出 找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什麼事呢 在整個執行環境 除了我們前面講的Long Time 其實上面 都是很大的成本 有沒有可能去縮減那個成本 來達到更好的效能表現 這就是什麼 Guelo Compiler他想要達到的事 那我們具體來說呢 你可以發現什麼事呢 就是說 事實上呢 有很多東西都被處理到三次 順便看一下 像是什麼呢 像這個State Friend 然後這個 像是這個GC 然後再是Extension Handling 那或是說 在不同的架構資源 這些東西都要 包含Debugger 都要做很多次 在Bycode Interpret層面 然後呢 編譯過的Bycode 就是基本上怎樣 基本上是組合員的 然後再來是 我們Native Code部分 你發現很多次都要重新做 那這個東西都是一個開銷 所以我們在想說 有沒有可能去調整 好 所以 現在的關鍵在哪裡呢 現在關鍵就是說 我們要去設計一個機制 所以我們這東西叫做 Speculate 因為 很多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去想像程式執行 就像畫面中左邊那邊圖 你看到 這邊有不同的路徑 好 那我們現在想要思考 一方是說 原本的程式呢 它是有明確的 就是在Bycode層級 或是說 在Java的SourceCode層面 它是有很多資訊在裡面 然後 我程式怎麼執行 那Compile之後呢 就變右邊這一段 它就 黏成一坨了 那當然它還是有這個分支 它還是有些資料搬動 但是 它的很多資訊就不見了 那很多資訊就不見的時候呢 就很容易遇到 我們剛剛講的1加到100 你直接把它簡化成5050 好 那這時候 如果擴充成1000的時候怎麼辦 好 所以勢必呢 在某些路徑 有沒有看到中間那個 那個是什麼色 反正你知道那個色啦 看起來特別的顏色 好 看起來像粉紅的色 好 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到 然後像中間那個粉紅色就是怎樣 就是如果我從1加到100 然後擴充成1加到1000 那有些東西比較重來 或是重新去找規則出來 那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調整 因為過去的HotSpot 它做一個取捨 就是說它針對效能 啟動時間 還有一些記憶體的這個開銷 做一個取捨 但現在硬體的環境越來越怎樣 資源越來越夠了 然後但是運用呢 每個單一運算節點 它運算越來越特化 所以這個東西呢 在整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發展 它已經不是研究 它已經走出研究 已經變成 我剛講的JTK9的一部分了 好 那所以這整個就是說 我們最佳化呢 就不是只是針對一個方法 或是針對一個某一段 比較密集的程式碼 甚至是從程式面去看到 好這個是在整個過程中呢 我們講Speculate 一個非常關鍵的地方 好 這邊是一個示意圖 那這個示意圖呢 你可以看到什麼是呢 就是說一些效能提升 這個是在比較早期的數據 那在一些spatial cases 有辦法到幾十倍的差距 但是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說 如果是針對一些 一些最佳化的一個 跟現有最佳化去比 還是有機會去調整 好 那所以我們來思考 就是說我們前面講 不是講到那Stake 我們就想說 這上面有一大堆的Code 有沒有可能呢 把它都簡化掉 我們最終目標是像這樣 就是說你可以想像說 我這個透過這個compiler 然後我讓這個compiler呢 把省掉這種負擔 就是我們過去有哪些負擔呢 我們有來自virtual machine BiCode 來自什麼 System的那個 Native support 那這些東西 我們就要把這個 把這個把它去除掉 你就想要 我最後執行完 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 一個什麼 一個特化的一個image 然後這個特化image 可能就是針對像Hadoop這種應用 那這個是Gradle compiler 搭配substrate virtual machine 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注意到 這個virtual machine 它會在動態時期 去產生什麼 產生真正能夠執行的 單獨執行的程式 這個東西很特別 那 所以這是我們剛才講的 那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也包含必要的出錯資訊 所以事實上 你用C語源的 就是支援C語源 C++的這個debug 事實上你也可以怎樣 debug這種產生出來的 這個我們稱為叫 Hell Time的Image 但是這個右邊就很有趣了 就表示說 我們過去呢 要JVM 要跟C語源的Native code 要debugging的話 你可能知道 有個東西叫什麼 JVM TI 一個trace interface 或是 或是一個debugging的 一個interface 那現在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 substrate virtual machine 讓這些事跟你們不一樣 它就是這個特化的節點 所以如果說你要去debug 你甚至可以這樣 用一些原生的工具去調整 甚至這個東西呢 也可以當作什麼 既有的一個Java程式的一個 一個plugging 你就像這樣掛入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logic 整個掛進來 那這個 所以這件事呢 已經跳躍說 bycode層面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點 那當然中間很多議題 這個公平上有些參考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當然關鍵的地方就是 它怎麼去做deutimization 它可以做一些很積極的 autimization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畫面中 可以看到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說 左邊有一張程式碼 左邊那個程式碼 那這個程式碼呢 其實很有趣 這個字比較小 把它放大一點 放大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程式碼 那這段程式碼呢 沒什麼特別的 它就是一個什麼 有一個 一個Static的 一個StataField 這就名字叫Field 好 然後這邊有一個Static method 好 那我的輸入是一個X 那我輸入呢 就是X的 S乘2 BetaX 好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很多編譯器呢 在做這段程式碼的時候呢 做最佳化 最簡單的方法是怎樣 就把那個Field 有些編譯器呢 會做一件事 把這個Field的東西呢 等一下 就把它忽略它 好 那為什麼呢 因為Return只是Returns乘2 好 那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Static method 所以我不需要建立instance 我就可以操作 所以這樣的最佳化 有可能導致結果是錯的 好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要做這一段Call的話呢 你會發現如果說你去產生這個X乘2的組合園 然後呢 產生之後又執行次 然後Return的時候 又跟這個值沒有什麼關 因為這個Field的這個值 這個assignment呢 很智障的這樣 它很可能從頭到尾都沒有被用到 那所以很多時候呢 Compiler必須要做一個調整 就是做一個取捨 到底要把這段去掉 還是不去掉 那當然有些編譯器的設計方法是說 像Hotspot的設計方法是怎樣 好 他說我還是要處理這一段 但是我把這一段搬到比較後面去做 好 那所以這個都是一個很麻煩的過程 因為這就涉及到什麼 效能跟正確性的問題 所以往往呢 在過去Hotspot的我們怎麼做呢 我是要透過好幾次的執行 比方說執行個十次 反正就是說 這個Field那邊的data assignment 怎樣 它是沒有執行到 那我放心先跳過那一段 好 那如果說有這個Gredo出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去思考 很有趣的點是什麼 Gredo Compiler 它給你一個機制 我們稱為叫什麼 叫做the optimization entry point 它可以在執行時期去標註 當然你在程式語言也可以標 就是說 就是包含你的動態程式語言 你如果有能力去標的話呢 你可以標什麼 你可以給一些提示 這些提示怎樣 好這東西我要做 但是有空在做 而不用急著做 好 那所以你會 同時會產生很多的不同的執行路徑 那Gredo Compiler幫你去建立這些路徑 然後讓底層的Hotspot 有更多資訊知道說 我要什麼時機點去做 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呢 它根本 現在的 現代的Hotspot 透過這Gredo Compiler 它直接把這東西拆成兩部分 哪兩部分呢 一個是趕快 return一個S乘2 然後呢 接著呢 再另外一個 比方說另外一個Call 或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執行的Stack 再把這個什麼 Fear的執行乘2 類似這種操作 好 那這樣的技巧呢 基本上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甚至可以拿來調整整個 Virtual Machine的設計 所以這是 我們前面有講過就是說 這個Sub-Serve Virtual Machine 在做的事情 那因為過去有很多東西 就是Net-Code 什麼的 那為了降低這些成本呢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整個變成一個很大很大的Image 所以 連這些成本都有機會降低 我們稱為叫做System Java 好 那 所以 我們就需要更多的什麼 annotation 所以你看到在JDK9裡面 有更多的annotation 所以 我希望大家有認知什麼 就是說 現代教學發展 它不是只是為了 執行一些大型的應用程式而已 而是它 一個很重要的目標是 跨越程式源 這已經是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趨勢 好 好 那 當然 這樣的成果 其實很有意思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說 比方說我們看最右邊這張圖 那這樣右邊 這個圖呢 就是幾個始作來PK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最右邊 藍色的部分 就是 最右邊 藍色的部分 這藍色的部分就是所謂的 什麼呢 Sub-Serve Virtual Machine 那如果說你去跟 Google的V8去比 你會發現什麼 又還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那 當然 如果說你只是看那個 在JTK9裡面 它包含的那個 Lust Home 就是那個 JTK8裡面包含的Jar screen engine 你會發現什麼 它的執行效能 落差是非常大的 一個是 注意到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橫軸是什麼 這個重軸是那個 時間 所以你可以看到 原本執行時間的 它的有很大的一個調整 好 那這也是Oracle一直在 一直在做的事情 好 那最後幫大家下一個結論 好 那所以我們要去 去思考的議題在哪裡 就是說 思考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說事實上呢 這個Sub-Serve Virtual Machine 幫Gradle Compiler 它事實上要做一件事 就是做一個 One Compiler 那 現在呢 已經不是只是做一個 JRD Compiler 而且現在很重要的 應該是一個特化的一個 Hell Time Compiler 那這樣 這是這個 JTK9 所以各位可以來開始關注 雖然明年才正式推出 但是 你可以開始關注這些 相關的一些發展 把這個Gradle Compiler 或者是LTE 把它帶進去 去找 就給到蠻多的 然後再來是一些 像Tuffel Fernwork這種特化的一個 一個框架 已經變成一個必然 那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我今天 很多程式員本身 它看起來好像什麼 觀念可能不大 但是呢 彼此都有機會怎樣 它成為一個 可以掛載的一個 一個元件 那最後要提醒一下 如果說你現在要來測試 這個Gradle Compiler 你要做一件事 要先確認說 你的JVN有支援這個 JVN CI Compiler Interface 否則會出現一些錯誤 那現在相關的一些 資訊還是 不是很多啦 所以你可能要在Gradle 這個 在Github上連結 找一些資訊 那 這個地方比較 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我這個 上面有列出一些參考資料 好那 快速回顧一下 所以我希望大家去想 那 過去呢 很多像Maxin GIT這樣的研究 他以前實際研究 那他現在變成一個 整個變成一個 JDK的一部分 那 這也可以看到說 Oracle一個決心 就是說要來讓整個 整個框架 跨越程式圓 好 那 大概跟大家講到這裡 那這個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好 每次遇到問問題的時候 就會有人不知道問什麼 好 來幫大家問一個 就是幫苗栗黃先生問問題 好 老梗嘛 好 就是說 這個比方說一個 黃 黃先生就想知道 說什麼呢 就是說這個過程中 JDK一直發展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 關注這些技術 好 這問題實在太好了 好 那我幫他回答一下 好 那所以就是說 這過程中 你會遇到一個很大問題 就是說 因為這20年間 這個變很大 你透過open source對不對 那變成說很多東西 你可能只能關注其中一部分 那你關注其中一部分的時候 這個世界快速就在前進 對不對 那這個是一個必然的 然後整個JPM 對不對 像我們今天講 JPM它不是只是為了執行 Java程式 甚至很多動態語言 都是我們在支援的範圍內 所以 你要怎麼去關注這個技術呢 那我只能說 你可能需要一些焦點 像我就發現什麼事呢 我其實有一段時間 我在做那個 Java的ServeSign 那是遇到很大的挫折 一些效能問題 所以我乾脆來研究 Witch我們訊 所以我現在畫比較多 行李在哪裡呢 我畫比較多行李在底下那部分 比方說 garbage creation many core recompilation 這種東西 我畫很多時間在上面 那反過來說呢 比方說Java的語言 本身我的興趣不是那麼大 那我可能就是只看這一部分 那當然 這會有很大的問題 比方說我現在要測試一些標的 你比到Hadoop 那我發現什麼 我Hadoop拿來測試 我光設定的環境 就不知道設定多久了 所以你會需要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 一個協作方式 你要認識夠多人 然後比方 平常養成那個 在Stake of all 問問題 跟討論的習慣 這樣需要幫忙的時候 才有辦法 才有辦法 比較快進入狀況 否則你永遠就是 卡在那種設定 或者莫名其妙 像Gradio Compile 這種很新的東西 你可能就要花很多時間 跟原作的討論這樣 好 那大概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好 謝謝大家 謝謝